首先就是它在一般道路上穩定度也更好 這部車設定的非常成功 乘坐的離不降低的好處 這盒大的地方 平時的外套 哈囉大家好 我是昆成 歡迎收看CarLink練車王 好我們今天要試的這部車 大家猛一看 也會覺得它非常非常的熟悉 沒錯 它是屬於Carola Close的車系之一 好我們先來講一講Carola Close的豐工維基 為什麼我們對它這麼熟悉 因為它從去年的10月上市 到今年的8月底為止 它總共賣出了4萬多部 4萬多部的概念是什麼 它等於將近佔國內汽車總市場的大概十分之一 也就是說 每十部車你就會看到一部Carola Close 所以它真的非常厲害 同時呢 它也成為了我們國內車廠的 國內車室的超級神車 它每個月可以賣出平均3500輛 這3500輛真的非常非常的恐怖 所以已經完完全全超越它自己的小兄弟 Carola Autis Carola Autis原本這部神車是房車界的神車 那這個Carola Close呢 它等於又完全超越Altis這部神車 所以我們稱為它是一個超級神車 好 它的豐工維基 我們大概講到這邊 今天我們要來試一部更有趣的 Carola Close GR Sport 大家可能對GR Sport也不太陌生了 因為GR Sport它從GR的Supra牛魔王 到最近很夯的GR Yaris這種暴力 打響了這個GR這個品牌 一旦掛上這個品牌 一定自然而然跟著性能 跟著操控下去 絕對脫不了關係 那今天這部Carola Close GR Sport 跟一般版的GR Close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它的牛肉 它的好料到底又在哪裡 今天就跟著我們一起來看看 好 我們就從造型來看齊 掛上這個GR Sport這個名牌 它在造型上 它是怎樣去呈現 怎樣去展現它的運動風格 很明顯的我們看一下水象護照 跟錢保管已經分成上下兩個部分 水象護照呢 它呈現用的是一種 耀灰式的烤漆 相當的有質感 那它結構上呢 它用的是風草式的一個設計 所以整個水象護照 這上半部呢 我覺得它帶有什麼 運動風格 那也有質感 兩個都堅固得非常好 好 延伸過來 我看兩邊的頭燈 兩邊頭燈 我們今天開的是Hybrid 一個最頂規的版本 它的頭燈呢 也是全LED的 掰柄頭燈 然後再來我們看往下延伸 兩邊的霧燈也是LED的 那霧燈的一個設計的結構 也是來自於它的這種 水象罩的這種風潮式的一個設計 所以有一個一體性 好 我們說下保桿 下保桿是目前現在各大車廠 琢磨非常多的地方 下保桿一定要讓它非常吸睛 尤其是運動風格的一個車款 那我們來看一下 GR Sport版這個Color Clos呢 它的下保桿 它有兩種一個顏色 第一個是黑色 這個就比較霧黑了 因為它是離地面比較近 所以它做了一個霧黑的處理 同樣也是採用風潮式的設計 重點是在這個 前下保桿的一個霧營的下護板 那這個下護板呢 一方面呈現的是什麼 這部車SUV的一個風格 另一方面呢 它也帶出整個GR Sport版本的運動風之外呢 還有越遠粗狂的一個風格 非常的吸睛 那這個元素呢 車側、車尾也都會看得到 車側三個重點 車頂線條 下護板跟胎圈 好 我們看第一個車頂線條 車頂線條它要營造是一種 全幅式的一個車頂線 然後由曜黑式的 從A柱一直貫穿到車尾翼 結合這個我們說這種 霧營的有運動風格的一個車頂架 緊密的做結合 好我們來看下護板 下護板它也有兩個所組成 一個是霧黑式的 一個是霧營式的 共同組成一個比較粗厚的一個下護板 一方面展現比較粗獷的風格 另一方面強調一個運動風格 好第三個重點是我們說胎圈 既然是GR Sport版本 所以胎圈它也往上升了一級 原本17吋的 現在變成225、50、18 18吋的一個胎圈 然後用上來是Bridge Stone的一個好料的一個輪胎 好再來胎圈那個鋁圈的設計 它用的是雙色切削鋁圈 它帶來一個視覺 第一個視覺的感覺 有運動風格 再來質感也相當的好 這些都是它車側的一個特徵 好來到車尾 車尾我覺得它GR Sport版本 它要營造一個比較厚實的一個車尾 怎麼說 你看當然從我們說這個 要黑色的一個車尾翼之外呢 它在兩邊的LED尾燈也通常熏黑化了 那當然我覺得這也是這種Sport版本 慣常使用的一個手法 好再次往下 這個Hybrid的名牌下面有個GR Sport GR Sport名牌終於出現了 這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是 全車車頭車車車尾 只有車尾才會出現GR Sport這個名牌 下保桿呢 就是我剛才講的 營造後時的最主要最主要的一個元素 你看它的下保桿 霧黑的面積跟霧影的面積加大了 再一次的是要去營造 第一個它比較有粗獷的感覺 然後再來加上它要堅固到質感 所以它下保桿採用了一個霧影的設計 所以整個車子來看起來 我覺得它以目前GR Sport版推出的顏色呢 它有四個顏色 第一個就是我們今天開的這個雪雕白 當然還有一個銀色 還有一個灰色 還有一個紅色 總共這四個顏色 白銀灰紅沒有黑色 從這幾個顏色 尤其我們今天開的這個白色來看 它呈現的你會感覺是 除了在運動風格以外 它還要兼顧到它的一個SUV的一個越遠的風格 再來就是它用比較低調內斂的一個線條 來呈現GR Sport版本的一個氛圍 然後接著我們進到Carola Cross GR Sport版本的車艙裡面來 那整個車艙的一個氛圍的呈現 還是屬於這種比較耀黑式的一個設計 它從冷氣出風孔 它的邊線 然後貫穿儀表總成 這個橫向的左右的一個飾板 也都採用耀黑式的設計 我覺得做在GR Sport版本裡面 最好最好最好 最討好的就是這個駕駛座 怎麼說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手裡握的方向盤 它從原本的那種塑膠質感 變成真皮包覆式的一個方向盤 所以這個握感非常好 再來排檔頭也換上了真皮的一個包覆式的 再來座椅 這個座椅我覺得呢 它當然跟一般版的造型不太一樣 它強調它有比較好的一個包覆性 那在比較的包覆性之餘呢 我覺得它舒適性也兼顧得很好 因為它的泡明也是很厚實 兩側的支撐跟包覆都有不錯的一個效果 那在車上呢 可以看到第一個是GR的名牌 就是我們前座椅頭枕這邊 有一個服貼的烙印 我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雖然不是很明顯 但是我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那座椅呢 座椅它這邊呢 它還做了一些比較強調一些視覺的質感 椅背上它有一個白色的直立線條 然後椅子的縫線是用雙白線 所以整個呈現上 它不太像那個Carola Artist的GR Sport版本 房車呢 它是用紅黑的一個色調去做呈現 所以會比較耀眼 比較浮誇一點 那這個呢 我覺得這個Carola Close 它SUV車裡面 它用的是這種黑跟白去做呈現 所以呢 會整個比較內斂 然後低調 但是我覺得質感也兼顧得很好 好接著我們來看配備 車上這個智聯車載系統 它升級為9吋的一個Wi-Fi主機 然後尤其它的我覺得 它附上的地圖導航功能 我覺得非常的聰明 圖姿很精確 然後也有做很貼心的一個提醒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實用 而且真的非常棒 好 我們接著看數位儀表板 因為我們今天看的是Hybrid 這種頂位版本 它中間這一塊數位儀表板呢 升級成為7吋的TFT的MID 那汽油版本呢 還是4.2吋 好 除了儀表板以外呢 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全車 第二個可以看到 GR名牌的就是這個 GR Sport的引擎啟動扭 做的也很精緻 那這是 全部車子從外觀 外觀只有一個車尾 可以看到 GR Sport的一個名牌 車內 座椅的頭枕 還有這個 引擎的啟動按鈕 可以看到 GR Sport的名牌 好 不管你是汽油版或是Hybrid的一個版本呢 它只有三樣可以作為選配 那三樣 第一個就是排檔周邊的一個鋼琴烤漆面板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BSM的盲點偵測系統 第三個就是駕駛座這種八項的一個電動調整 這三項是列為選配 你只要花三萬塊就可以獲得到這三項 其實也蠻物超所值的 好 接著我們要來體驗GR Sport最核心的一個地帶 也是它最精彩的一個地方 就是GR Sport調校的底盤跟它的操控樂趣 這支底盤部分呢 它針對前後懸吊 它的彈簧係數加強了30% 那阻鳴係數也有所提升 那在底盤的剛性上 它除了保有原有車頭前面的鋁合金大樑以外 它在中後段多了一個緊緻型的大樑 那這個緊緻型的大樑 它能夠發揮到什麼樣的作用呢 除了增加底盤剛性以外 就還有在我們高速彎道 在連續彎道上 它的抗扭區度會更好 那這實際上呢 開在山路上的表現會是什麼 第一個你會覺得 哇GR Sport真的不是蓋的 因為以往我們在開它之前 會真的心裡會有很多問 到底真的有像他們講的這樣嗎 這麼厲害嗎 但是我們這樣實際上一開 它在彎道上的表現 我覺得 當然底盤剛性真的很不錯 然後再來是它的懸吊 調校的算是剛剛好 就是它不是死硬喔 它是有Q度 然後帶有韌性 那加上什麼 它這個輪胎 它這個輪胎是 Bridgestone的Olenza 它這個是一個高級的都會頂級的休旅胎 那這個休旅胎強調什麼 它要很安靜 而且很舒服 而且濕地上的抓地也很好 耐磨性也很高 所以整個加起來 這個用胎的用料是非常好的 搭配這樣的底盤 所以它在整個彎道呈現出來的結果就是 它的高速過彎的時候 它的側形是有的 但是它的側形抑制得很好 而且抑制得非常線性 它不會完全死硬 再加上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它的後輪的一個貼地性 當你高速進彎的時候 後輪貼地性 它可以很清楚地告訴你 我抓到地面 當它抓到地面 牢牢地抓到地面 相對會給你的是一種安全感 這安全感除了來自底盤的 一個貼地性的安全感以外 它還有一個安全感是來自於什麼 我覺得底盤的能力 強過於引擎輸出的動力 因為這具Hybrid的一個引擎輸出 它最大最大也才有122匹的中效馬力 所以其實馬力的表現不是很出色 但是這個底盤調教得太出色了 所以底盤強過於馬力的動力 相對來講會更安全 所以你在開的時候 雖然你的享受的樂趣 當然也不是在馬力 但是光底盤再給你的樂趣 就非常非常的夠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主被動安全配備 我覺得這次GR Sport版本 它也是給好給滿 除了原先Carola Close 它原本有的TSS2.0的 智慧駕駕駛輔助系統以外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它這次的ACC變成為全速域 而且它可以跟測到停 再來還有一個是PVM 環境影像的一個輔助系統 也列為是GR Sport版本的一個標準配備 我覺得它的影像的解析度 是還滿高的 很清晰 這次Carola Close GR Sport版本 有兩個車型 一個是汽油版 還有一個是Hybrid版 那汽油版的定價是87.5萬 那這個跟它的汽油版本的尊爵版 是一模一樣的價錢 那再來看Hybrid版本呢 它定價是94.5萬 剛好介於Hybrid的尊爵版 跟Hybrid的旗艦版中間 那我覺得它這個定價策略呢 是相當的有一個企圖心 你看以汽油版 基於汽油版的GR Sport 它跟它的汽油版的尊爵 是一模一樣的 87.5萬 那我覺得 以它的當然價格策略 我覺得它定的是相當的成功 相當的漂亮 不會很貴 那至於汽油版跟油電版要怎麼選 我個人會推薦油電版 為什麼 雖然油電版只貴 汽油版貴了7萬塊 但是這7萬塊呢 它能夠讓你享受到 這種純電行駛 很寧靜的一個電動車的駕駛經驗 那再來呢 又沒有電動車的里程焦慮 你不需要考慮到這個 因為它還有一個汽油引擎 所以我覺得 以油電這樣的一個組合方式 這樣的一個能源方式 是最適合目前台灣的一個能源的 不管是能源策略 我們現在採用的能源策略的問題 或是里程焦慮的問題 我覺得油電 現在目前是很適合台灣的狀況 那再來呢 我覺得 像我們剛才就有實際測試 就是拿分貝器測試 在市區代數的時候 停等紅綠燈的時候 分貝器測的是大概 49、50這樣的一個分貝數 非常的安靜 那在啟動之後 市區行駛5、60、450 它的一個分貝的一個速度 顯示出來是不到60 所以是非常的寧靜 所以我個人推薦的 會推薦油電版本 因為底盤一樣嘛 底盤就是GR Sport調教的 那只是呢 油電讓你在日常生活的時候 然後第一個油耗 然後當然對地球 也可以盡一份我們微博的心力 所以我覺得這7萬塊是值得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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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